国庆长假 沟通无限再先快乐狂潮 10月4日 超人家族骑登场 骑人绝活 让你惊叫连连 10月5日 汉美人旋风再次来袭 展现别一样美丽 10月6日 沟通无限群音会 高手云集 各线神风 10月4日 五日 六日 每晚20.05 沟通无限为您营造视觉旋风 打造狂欢盛宴 객 � Bulgarola 宝宅 10月1日 五日 如同 10月4日 若微小新乱 grace情 10月9日 苍入 5日 初神 焦炼 攝影 1年 1年 5日 连 ro 连 感谢观看 台狼活泼的他可是为拥有多项绝技的超人阿姨 他的绝技到底有多绝呢 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大家请注意了 现在的电风扇放的是一档 总共有三个档位 一边跳舞还一边进行表演 难度可以说是非常大 好 注意看了 掌声鼓励一下 好吓人 大家看清楚了 二档已经变成二档了 正快的 注意注意注意 顶住呼吸 好成功 好 接下来该三档了 对了 这一档的速度 非常之快 对 而且呢有很多的危险性 危险性会更大 我们电视机前的小朋友千万不要模仿啊 成年人也不能模仿啊 来 掌声多一点鼓励一下 加油 好 太棒了 太棒了 这位大师 名叫王飞鸿 他是不是很像一代巨星李小龙大师呢 可别以为人家吃炸的笑 人家练的可都是真功夫 气功短钢丝 这可是实实在在的硬工夫 他要用几十根钢丝同时捆绑全身 然后通过运气将钢丝崩断 如此高难度的挑战 他是否能够顺利完成呢 我们一起来看吧 而且提醒电视机前的朋友们 尤其是小朋友千万不要模仿 对 因为呢我们这边的 而且提醒电视机前的朋友们 尤其是小朋友千万不要模仿 对 因为呢我们这边的 天哪 我估计要是一般的人呢 就说身上已经缠了 而且又是在胸前 对 缠了这么多的钢丝之后 呼吸都肯定很困难 安静一下 这个时候他需要运气 屏住呼吸 好 好 已经有的 已经分开了 掌声鼓励一下 已经全部断开了 哇 真是厉害厉害厉害 刚刀砍人 没听错吧 相信观众朋友 可是我一样不太相信吧 这样高难度的挑战 能够能够完成吗 咱们生日以待吧 不是刚才我看到这个王师傅他自己身上 哇 能当砍刀啊 这也是超人牌的砍刀 证明这个刀真的是不是一般的锋利啊 好 电视机前的和现场的观众朋友们 接下来看到的是 来自贵州的 我们超人俱乐部的王飞鸿 带来的 绝技表演 而且这边可是心脏的位置啊 朋友们 好 哇 好 断了两根棍子了 好 好 好 最后一位等一下 哎呦 天呐 哇 连断五个 等一下等一下 来来来来 先不要动不要动 大妈 您看看 别动不要动不要动 不要动不要动 注意到了没有 下面连个印都没有 国庆长假 沟通无限 在先快乐狂潮 10月4日 超人家族齐登场 齐人绝活 让你惊叫连连 10月5日 烫美人旋风 再次来袭 展现别一样美丽 10月6日 沟通无限群英会 高手语集 各线神通 10月4日 5日6日 每晚20点05 勾通无限 为您营造视觉旋风 打造狂欢盛宴 梦啊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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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你拿了我的给我送回来 吃了我的给我吐出来 闪闪梦心里面的记载 变成思绪对白 欠了我的给我扶回来 偷了我的给我交出来 你我好想划全般恋爱 每次都是她 1 2 3 周亮 四川女子特警队特约教练 自幼习武精通多门无数 人颂称号江湖行者 一排排蜡烛被点燃之后 火苗顶端最高温度可达上千度 周亮将赤脚穿越这些燃烧着的蜡烛 如此高难度的挑战 她真的能够完成吗 周老师啊我们平常呢 有时候点蜡烛的时候 这个竹水呢滴到手上 就感觉特别烫 那这样走过去的话 那会是什么感觉呢 就是我就觉得特别感觉 就刚才我们那小朋友回来 乖乖呀真多 哈哈哈哈 好了好了周老师已经准备好了啊 我们屏住呼吸 好 屏住呼吸 好 灯光都按下来了啊 就来看一下 这些人的运气 好 各位朋友们 接下来 马上看到了这个精彩的画面 四川女子特警队的特别教练 周亮将从这些蜡烛上面 赤脚走过去 噢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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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噢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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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好吧 我们把它绑起来 五花大绑 五花大绑 而且这么着 我们都不绑 别到时候我们是脱 绑的不结实 选一位观众是吧 我们找两位 你别笑就找你过来 就找你过去看这 挺胖的 有劲儿 有请这位观众朋友 好 再来一位女孩子来 来来 这姑娘上来 来 这位美女 来 你们俩把这个周老师给绑起来 绑起来 让我们观众朋友看一下 天哪 你看看 这女孩子太狠心了 好 请我们周老师先入龙 入龙 来 我把这个给你打开 好 接下来 所有的电视机前 以及现场的观众朋友们 将会看到 来自四川女子特警队 特别教练周亮先生的 非常精彩的一个表演 在12厘米间距的 我们的铁带旁边 就可以钻过去 如果有什么时候 来打开 这就这么个蛋 健着 好 没精彩 好 没精彩 我明读 其中间 동个人 你夹想 kasih 成功的效应越大 现在首先完成了第一步 把绳子解锅了 对 朱老师你觉得它能 可以从这个线距过去吗 12厘米 很漂亮 还有点有点悬是吧 来来点尖叫的声音鼓励一下 好 好 好 哎呦 好 多点掌声鼓励一下 好 朱老师咱们得加把油 好 好了 好 人 剩下 好 就 我 这 你们 咱 咱 咱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壮汉们都无法轻易练就的硬功骨 不知道它能否成功呢 头顶当筋 让我们一起来看吧 要打一个上来合作 需要一位男士 上来一个 每位愿意 有一位戴眼镜的先生 很斯文 来来来 准备好了吗 真的可以吗 你准备好了吗 好 货不俊了 她说了 好了 我们准备 安静 民事机前的朋友们 您现在看到的是 来自贵州的刚柔姐妹花 姐姐带来的喉顶钢筋 直径1.4厘米的钢筋 顶在喉部 天哪 请这位男士 小心 好了 我们已经看到了 这个壮汉已经不敌我们姐姐了 刚才差点摔到这个舞台下面 我告诉你 她之前在排列时就跟我讲 说杨超人杨瑞哥哥 如果一个人上来 我不能把她这个搞定的话 就来两个人 这个钢筋就会出效果了 是不是这样的 要再来一个 再请一个人上来 这样好了 我们 小伙子 你是不是刚才觉得挺好玩 是啊 但是有一点 你一顶的时候可什么都不能电 为什么呀 这太不公平了 来给我们这个一个特写 已经弯掉了 看一下 掌声在哪里 太厉害了 看一下 等会儿 我们这两位要发言了 那请发言 太棒了 我有点不敢相信 有点不敢相信 你不相信在哪里 一个女孩子嘛 这么小 主要是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是吧 会发生 我告诉你 这样吧 没有关系 刚才你不是不相信吗 你这样 你现在把这个钢筋给捋直了 捋直了他 来 祝哥 淼淼 还有两位观众 你们看一下 敲着的可以 捋直的不行 那这大哥哥行吗 我相信 因为我这边差点给穿透了 好 这个时候 其实呢 我们更需要关注的 是我们的这位姐姐 她的喉部看一下 这个位置看一下 绝对真皮的 绝对真皮的 而且呢 我觉得 看到没有 这个钢筋 现在出现的位置呢 这个形状就像英文字母 V 然后大家 胜利了 这种感觉 掌声鼓励一下 谢谢 营养丰富的鸡蛋 观众朋友们 您看到的是来自贵州的 刚柔姐妹花 带来的一个精彩的表演 脚下踩鸡蛋 谢谢 大家都知道这个鸡蛋 是非常容易破碎的一个物品 对 好 站得非常非常的稳 成功 不错不错 但是呢 好像还要 姐姐还要再拎两桶水上来 是啊 而且桶里面呢 会有很多的水 来这一桶 来给你掌声鼓励一下 那么下面还要干什么 还要把这个砖头 这个砖头的作用就派上了 一块一块放好了 来掌声鼓励一下 这是很辛苦的一个动作 脚踩鸡蛋 尖挑水 头顶砖头 最后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 请大家安静一下 我砸 太棒 来掌声送给他们 谢谢 看完了姐姐展示的硬功夫 接下来妹妹将会带给大家的是 精彩的软弓展示 一个四脚铁架 只用三个点支撑 其中的一点 还放置了一个圆球 妹妹要在 让我们一起来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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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 观看 感谢观看 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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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看 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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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看 观看 观看 观看看 观看 观看看 观看看 观看看看 观看看看 观看看看看看 animations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来 那我想问你 那么我知道在97年呢 你打破了吉尼斯的世界记录 对 那就是说你打破这个记录 用了多长时间 大概是三年左右吧 那我们现场 有没有观众要来挑战的 有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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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四位人 就他可能这个赚的最好 对 你们别张庆 你知道为什么 我说他赚的最好吧 因为他占这个圈的空间占的最大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好的 预备开始 好 加油加油 我发现了这个最不争气的就是他 我估计就过赚的多 你知道为什么我刚才表扬呢 我说他的空间占的最大 他赚出来这个阻力最小 实际上他赚的最少 你给我这个圈太大了 还太大吗 不是我要再给你个圈 你套上别转了就 好 不过也谢谢大家 谢谢各位 谢谢 谢谢 不过刚才我们看到了这个张花贵 我们表演的就是比较简单的 对 而且就是你说你是打破了吉尼斯世界记录 对不对 那今天就来表演一下当时是怎么来打破这个记录的 大家说好不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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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传在很久很久以前 江湖曾盛行一种独门功夫 金钟罩 铁布山 这种功夫练成之后 全身上下各个部位 拳打脚踢毫无感觉 故堪称防御性硬功中的 决定武功 但是这样神奇的功夫 随着岁月的流逝 竟在武林界巧呼声息地消失了 使得我们众多热爱武术的fans们 只能在武侠小说和影视作品中 去细细揣摩他的声音 天下武功出少林 今天少林寺众多武僧中 唯一练成金钟罩铁布山的正宗传人 来到沟通无限 向大家展示他的金钟罩铁布山 誓言五 少林武僧 传说中的少林七十二绝技之 金钟罩铁布山 您亲眼 注意了啊 变日期前的所有的朋友们都不要模仿这动作啊 咱们往后退点啊 掌声鼓励一下 好 还有一个气骸 气骸 我的刀幕我也可以随段记得 铁当弓 刚才我讲说的铁当弓 当场来试一试怎么样 试一试 让我们的观众随便上来踢几脚 踢几脚 试试 可以 这个小伙子 来 您练的是哪门工 那个树里画工 你真的可以不要紧 他下去不会踢我 不会 下去也不会 他下去也不会踢你 他怕他报复他 他下去的时候他不会踢他会打你 没关系 好 谢谢啊 掌声鼓励一下这位小伙子 好 再来一次 再来一脚 好 好嘞 谢谢 谢谢 再来一脚 没事 我们超人家族都不要紧 好 好 来来小伙子 那我觉得 我想问一下这小伙子 这个你在跟这个大师来表演的时候 你一直在叨叨 说这个他下去会不会打我 没有没有 这完了之后 刚才那个踢到第三脚的时候 跟师傅说 说这一脚不是我踢 他们要踢的 我觉得这 这孩子心里特别善良 是 而且我刚才发现一个细节 他踢完以后 每踢完一次都要摸自己的鼻子 为什么这样呢 他其实摸鼻子是有用意的 我听你说 你是不是觉得气门吗 哦 气门 哦 知道了 这鼻子是他的气门 所以说他踢完一脚 孕孕气 我觉得你 再踢一脚 你太可爱了 谢谢 好